其實你去過日本多少次 我真的無法算數 因為每一次去都一定過兩個星期 最頻密的時候是一個月去一次 其中一次我住得比較長的 是住在調布市 為甚麼在那裡住 因為我在那裡做一本書 自從住了那一次之後 我就認識了森大寺這個地方 那我就愛上了森大寺這個地方 我喜歡森大寺是因為… 在東京來說,是一個綠洲 很少有一些這麼大型的地方 是有一間紙再連著僑墨街 森大寺僑墨 其實很少日本地方的僑墨面 是會用紙的名字來貼上去 這個僑墨是很有名的 因為很久很久之前 這個地方是一個僑墨的田 再加上森大寺,它有名的水質清澈 有很多湧水出來 所以做到很漂亮的僑墨 再加上很多人去吃 就越來越有名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形成的 而我覺得這是一個日本的文化 在背後 去嘗試吧,就愛上了這個地方 也愛上了這條蜜面 我是第一次來森大寺的 沒聽過,也沒來過 來到後,我覺得整個氣氛 都好像在京都一樣 因為我現在在東京 東京很少有這種京都古色古香的 懷舊氣氛 前輪廟廟廟廟人 貸款程獻玩我那份 今晚10時半,ViuTV